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首先带动了洗地瓜的风气 所以大半的都开始洗地瓜了 结果有一天刚好河流干枯了 怎么办 所以我们突然想起理智要建立 要灵味成功找方法 现在有状况了 再想办法 他忽然想到 那我去海边洗好了 他就拿着地瓜到海边洗 当他在洗的时候 旁边又有人在看 结果突然他又咬了第一口 怎么样 更好吃 因为还加了一点盐巴 所以大家又用这个海水来洗 结果很有意思的事发生了 他们开始用水洗地瓜以后 整个其他邻近的小岛 所有的猴子通通都用水来洗地瓜 本来都没有 很奇怪 但是这个宇宙之间 没有一件事是奇怪的事 都不是偶然 虽然他们没有行动变化 也没有无限变 但是为什么 大家一窝蜂的通通 都拿水洗地瓜 因为他们的什么 思想波已经传出去了 所以师长常常告诉我们 一个念头怎么样 骗虚空法界 我们一个念头 能让宇宙和平 我们一个不好的念头 也能让宇宙冲突不断 所以真正广修共养 要先从我们起心动念的善念做起 这个实验就已经显示出来 任何动物的思考 它都有波可以传出去 结果这样的实验 在人类的世界里 同样印证 比方有一个实验室 突然发现了一个化合物 他在那里想 太好了太好了 我是最先发现 他就赶快准备要发表 结果呢 同时期啊 各个地方的实验室 也都发现了这个东西 因为他一发现以后 那个意念怎么样 传出去了 结果呢 很多的人也同时 专注在这个点上 他这个波 啪也让人开窍了 所以诸位朋友啊 我们宝岛上的善忍 太多太多了 但我们这一份至善啊 一发出来啊 也会同时间啊 唤醒同心千千万都出来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啊 我们可以唤醒太多太多的善忍 所以这一个故事啊 这一个实验结果啊 叫做百匹猿猴效应 就是一百匹的猿猴啊 认知到这个洗地瓜的好处呢 这个脑坡啊 就可以传得各地都收到了 好 那我们现在一起学地质鬼 学中国文化 我们现在算一算也超过一百人 所以我们要当第一批台湾的什么 当然不是做猴子 第一批为往胜济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的先锋部队 就从我们当下的念头开始 就从我们时时观照自己 是不是父慈子孝 胸有地公 夫意父听 君人沉重 朋友有道义 就从我们开始做起 结果当初我在查 因为办好婆婆好媳妇表扬 我就想到真的我也印证了 因为杨老师 他自己呢 当过媳妇 那他嫁过去之后啊 他夫家也非常的 这个兴旺 他很有这个好婆婆的感受 那深刻感觉啊 真的是娶一个好媳妇 可以忘三代 但娶一个不好的媳妇 会拜三代 所以这个好媳妇太重要 但是好媳妇也要教 所以起了个念头呢 要选一些好的出来当表率 让别人学习 结果杨老师一个念头起了 各地的这个念头也都起来了 所以去年的三八妇女节 根本就没有好婆婆好媳妇表扬 今年遍地开花 太重要了 我们的善念 都在广修供养世间的人 人怎么会没有发喜呢 每天都可以广修供养 干嘛不干呢 结果当表扬以前 我们要去做调查 采访了很多的人 结果发现了 好婆婆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把媳妇当自己的女儿看 这个难不难啊 假如我们学大臣佛法的人说难 那我们也只能说阿弥陀佛啦 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啦 是啊 你看哪有那么复杂 那不只是啊 把媳妇当自己女儿啊 媳妇还没嫁过来以前啊 告诉她的儿子 告诉她的女儿 也就是这个媳妇的小淑小姑啊 她说这个大嫂嫁过来啊 嫁到一个新的环境啊 难免会不适应会比较紧张啊 你们可要多多体谅 多多关怀她 让她一过来就像一家人 哦 你看那个媳妇嫁过来的时候 小淑小姑啊 就把她当一家人啊 她很快的就融入这个家庭里面 当她很快融入啊 她会感念婆婆啊 这一份用心啊 那家不就合了 所以有一个老太太啊 她家族很大 几百个人啊 现在 在大陆啊 还有这个几百口的家族还是有 这个老太太啊 当 比方小淑跟嫂嫂吵架了 她一定叫小淑去跟大嫂道歉 这个都是很 很深的人生哲理啊 今天毕竟啊 这个媳妇心理上啊 她会觉得我是外人啊 这个时候啊 我还没表现的 把她排出去了 那这个没完没了 所以小淑是自己儿子啊 骂自己儿子 去给你大嫂道歉 那大嫂当下气都没了 甚至都生惭愧心啊 而这个老太太啊 只要家里的人有吵架了 不问理由 互相道歉 然后 有哪个晚辈啊 晚回来 让所有的人担心呢 她一句话都不骂 自己组的拐杖啊 到村口去等 多晚都站在那 然后回来了 也不骂 就走回来 你看下次谁敢晚回来啊 真的都是以身作折啊 爱富啊 绝对不是情绪发泄啊 这个人你看 当一个家族的 这个长辈啊 应有的这种风范 要出来啊 所以我们访问这些好婆婆 突然发现 真没什么诀窍 就是一颗爱心 一颗 视如己出的心 而且这个好婆婆啊 不只是对自己的 欺负好 这个好婆婆呢 邻里相当 我们一访问了 下了雨啊 人家来不及 收的衣服啊 她跑得比谁快啊 也都帮人家收啊 那不可能一家好而已啊 一定是跟其他 邻里相当 都很和谐 这个家才会快乐嘛 而她那份爱心 也一定是 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嘛 假如只对自己媳妇好 看别人媳妇都不顺眼 那个是施爱 那个也不会和谐的 所有的好媳妇 也有一个共通点 什么共通点啊 把婆婆当妈妈看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 很深的道理 我们继续问下去之后啊 这些媳妇都有来历的 什么来历呢 她的妈妈 都给她交代三件事 第一件事 你可以不给爸爸妈妈买礼物 不可以给你公公婆婆没买 要先买给公公婆婆 第二件事 跟先生吵架了 不准回家 现在怎么样 你假如吃点亏后 马上回来爸爸给你当靠山 天岛啊 你看以前啊 这个历史我们不读啊 太可惜了 你看以前的皇帝懂这个道理啊 唐代宗 那时候他有一个大臣啊 叫郭子怡 那郭子怡是历代大臣里面的福报最大的 七个儿子 八个女儿 八个女儿嫁了八个女婿 对哦 十五个他的晚辈啊 通通当大官 圣极一时啊 他是公批啊 不知道三代还是四代的皇帝啊 三代以上的老臣啊 连皇帝的女儿啊 都是他的媳妇啊 结果他做寿的时候啊 公主不肯拜他 结果儿子气坏了 你有什么了不起 居然不拜我的父亲 两个夫妻就闹别扭了 结果这个公主就在那闹了 闹一闹的话又乱讲了 讲得越来越夸张了 说你看 这个 你们说啊 那没有郭子怡就没有我们唐朝的天下了 哦 这句话是实话哦 没有郭子怡唐朝早就没有了 可是实话有时候不能讲 大家知道吧 要忍辱负重 结果这句话一传 啊不行啊 这个公主闹成这样呢 郭子怡怎么办 郭子怡马上把他儿子绑起来 拉去呢 请皇帝把他斩首 就拉到这个皇帝面前去了 可能呢 这个郭子也很厉害哦 跟皇帝有默契 就拉过去了 就说皇帝啊 你就把他杀了吧 他就讲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其实他 他没讲啊 就是那个公主已经闹到最后 都讲成这个样子了 结果呢 皇帝就说好 拖出去砍了 结果这个公主怎么样啊 哦 真的要砍他先生 他不行了 马上啊 就跪下来了 都是我胡闹的啦 所以这个 皇帝马上说不杀可以 你当场啊 要给公公 要给这家族的长者 通通道歉 回到家族 跟所有家族人道歉 才可以不杀 你看皇帝聪明啊 他这么一教女儿 天下的所有媳妇都被教到了 以前有读古书的人啊 都时时看着教化的力量啊 看到以大局为重 所以所有的这些好媳妇呢 第二点就是呢 跟先生吵架不能回来 第三件事 家里啊 家里啊 要经营的好 打理的很好 让孩子先生啊 回到这个家里来都觉得非常的舒服 而且要相夫教旨 当然这一点啊 当然这一点啊 我们也要啊 多多体谅啊 因为假如 这个媳妇是 全职的家庭主妇啊 那做这个啊 不难 但是假如已经有工作了 那这个他做起来就会比较吃力 所以法无定法啊 要多多互相体谅 假如先生工作呢 比较没有那么吃紧啊 刚好也有在家里呢 夫妻一起呢 做一些家里的 这些家务事啊 把他打理好 那夫妻之间互相体谅也会很好 这个都是啊 我们能 时时去体谅到对方的辛苦啊 就不难做到 而且真的你体会到对方的心啊 做一点他都觉得很温暖 那一点点都会成的 化成他无穷的动力 以至于是 比方说 这个大过年啊 那先 这个 把家里呢 整理的很干净啊 结果媳妇才两天假三天假 他已经忙了一年了 也是很累了 这个时候他一回来 马上就要干 童头干到尾 他都没时间休息了 那这个时候 假如我们先 找人家 找专门呢 在做清洁工作的 先把他做了 那才花多少钱 这个时候媳妇回来 能不能感受到 婆婆对他设身处地的着想 还是你在 我们站在那里监视 哎 这里还没干净啊 那里还没好啊 我们这个 处处 同理 设身处地 人和啊 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发现 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好婆婆 好媳妇啊 没有别的 就是那一颗啊 事如己出的心井 好 这个是以啊 大局为重 那其实 经营的好家庭啊 以至于大的家族啊 在历朝历代啊 都有做的非常彻底的家族 比方唐朝 张公义啊 他九代同堂 那不容易啊 元朝 张任 八代同堂 现在不是八代 五代啦 现在人两个夫妻都搞不定啦 甚至于自己跟自己在一起 还会发脾气啊 还有明朝 正连七代同堂 正连他的家族啊 超过 差不多一千口 人住在一起 很和乐 这样是结果啊 原因在哪里 这个就要我们来 好好的去感受了 唐朝张公义九代同堂 唐高宗啊 唐高宗啊 去请教他 你是怎么自家的 其实这个皇帝啊 面对自己家里的是 一个头啊 两个大都有啊 结果啊 张公义一句话都没讲 拿了一张纸 一支血 结果拿给 唐高宗看 唐高宗一看 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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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忍忍 忍 写了一百个忍字 大家学到没有 不能忍的时候怎么办 忍 真的啊 忍得住 对方感受到的是我们的德行啊 忍不住啦 只是大家在那情绪用事而已啊 其實人都有良心的啊 谁有德行的都感知得到 好 而且说实实在的 弟子规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都是忍啊 忍住习信啊 父母乎应勿还 忍住什么 忍住傲慢 提起孝敬 冬则温下则敬 忍住什么 忍住莫不关心 实实提起对父母对他人的关怀 至关服有定位 忍住什么 忍住啊 这个东西乱放的坏习惯 提起的是啊 礼敬诸佛 礼敬一切的物品 那都是诸佛 所以弟子规自始至维 都是忍住我们的习信 所以那个忍啊 还忍说我不跟你计较 那还不是忍的高度 功夫啊 那真正是 外面都不是问题 是自己的内心问题 忍住自己所有的贪嗔沉满的功夫 张润是八代同堂 结果他们家呢 一起工作 一起纺织 所有的工作呢 所有的媳妇分担 不计较 连有一个孩子哭了 哇 怎么配合的这么好 因为我这个老婆传过去的 不管是谁的孩子 连想都没想 谁在旁边啊 抱起来就喂奶 哎呀 无私的心啊 还在那里分 这个我孩子 那个不是我儿子 交给下一代什么 私情啊 分别心啊 所以不管谁的孩子都抱起来 所有下一代的都是我的孩子 你看那个和乐融融 家族不心都不可能 是啊 那做得更彻底的啊 自己的孩子吃亏啊 家族里的孩子的全心全意帮他 真吃亏了吗 你看范仲淹先生 那个真是以家族为重啊 因为他了解啊 他曾经啊 写了一篇文章啊 告诫 他最亲的孩子 这几个孩子 他说我今天能有这么显贵的 发展啊 都是祖宗积德百年千年 到我身上发出来的啊 范仲淹先生最精通的一本经典 是易经 那太太清楚了 姬善之家 必有余庆啊 早上呢 跟大家有提到 舒适 他到了海口 真好 教化一方啊 所以我们到海口去的时候 都有啊幫 苏东坡先生啊 立祠堂啊 礼拜他啊 画的很多图画啊 就是他 下乡呢 去给人民关怀 教育人民 所以我们是去接 苏东坡先生的那个接力棒 他在那里先教化 我们接着呢 踏着他的脚步呢 在那里讲中国文化 那为什么说苏东坡啊 跟 范仲淹的祖宗有关 因为啊 范仲淹的祖宗啊 在汉朝 是那个范旁 所以他有 溃然沉浸天下的志向 结果因为那时候啊 朝政比较腐败啊 他被陷害了 被陷害以后啊 皇帝下通知啊 要把他抓起来 结果下通知呢 给了一个官员 当地的监察官啊 叫王导 他接到以后啊 抱头痛苦 他不忍心去陷害中梁 就在那哭啊 不去不愿意去抓 你看啊 以前的人都有道义啊 现在的人一看到名利啊 道义不知道都到哪去的啊 道义放两旁 立志摆中间啊 所以我们啊 好好啊 对照古人的行词啊 忏悔自己啊 结果啊 范仲淹的祖宗 知道了 这个官员为了不 为了 他的事情啊 这么样的难受啊 所以他不忍心 他马上自己到衙门 去报道 你看以前那种道义啊 结果去了以后啊 那个现态也叫郭一 他马上跟范庞讲 他说啊 范大人 我啊 我啊 这个官不干啊 我陪着你啊 逃命 天地之大啊 难道没有我们容身之处吗 这个我这个官不干啊 你看他高兴啊 能跟这么争议的人在一起 他已经心满意足了 他官都不干了 结果范庞马上说啊 大人我不能拖累你 我不能拖累很多的人 所以我还是要 这个亲自啊 来报道 结果过没有多久啊 范庞的母亲来了 他知道范庞去自首啊 他就赶快赶到衙门来啊 到了衙门以后啊 范母对着他的儿子讲 他说儿子啊 一个人啊 很难有了好名声 又能长寿啊 所以今天你的名声跟圣贤人啊 都已经啊 相应啊 你此生无憾啊 你安心的去吧 不要挂爱母亲啊 你看啊 母亲在面临孩子生死的时候 是凌然大义啊 范庞有一个弟弟也很孝顺 所以范母你看呢 在这个生死关头 是这样告诉他的儿子 你要提起你的正气 提起你的忠义 所以这一件事情 这一件范庞的故事啊 就这样流传到了宋朝 刚好苏东坡的母亲啊 在那里看范庞传 后汉书里面有范庞传 结果他的母亲看到这一段之后啊 把书放下叹了一口气 刚好苏东坡那时候 还不到十岁啊 走过去呢 听到母亲叹了一口气啊 就过来说母亲你为什么叹气 他的母亲就把范庞啊 范母这一段故事啊 讲给苏东坡听 结果讲完以后 这个 苏东坡啊你看 还不到十岁的孩子啊 问他母亲什么呢 他说母亲啊 假如我要做范庞啊 你能不能做范母 我那 苏东坡不是普通人 你看 少有气节啊 他 他的母亲马上 告诉他的儿子 假如你有气概做范庞 我一定做范母 所以宋朝啊 净见最厉害的就是苏东坡 他也被贬的最多次 可是他 问心无愧啊 所以你看他那一份道义啊 他有一次遇到一个老太太在那哭啊 他刚好买了一栋房子 他走走走就看到那个老太太在那哭 哭得很伤心啊 他说你为什么哭啊 他说因为啊我们 环境所逼啊 不得已把主 这个 祖宗的房子都卖掉了 所以他非常的难过伤痛 他说你那个祖宗的房子在哪 他说就是某某个地方 哇 刚好就是他买的那一栋 你看他苏东坡当场啊 把契约啊就拿给他呢 就走了 你看古代人那种道义啊 如此的潇洒 他们有真热啊 仰不愧于天 福不作于人 所以范庞的气节 你看不只影响了他 千年之后的范仲淹 也影响了多少读书人的家庭 而范仲淹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造福了多少的人民 因为这些官员被感动了都会去爱护他的人 这个范仲淹的榜样啊 真的我们要好好地去效法 他们家四个孩子只有一件完整的衣服 哪个兄弟要出去的就穿出去 在家里呢 都没有很完整的衣服穿 难道他们吃亏了吗 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啊 所有的邻里相当啊 打从心里的 佩服啊 感动啊 而他自己的孩子学到了什么 学到了无私的爱情 因为啊 父亲离他们那么近啊 那父亲那种心境啊 他直接感受 所以范仲淹的儿子成就比他高哦 可是我们可能都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你看中国人 自己再有成就啊 绝对不敢盖过自己的父亲 自己的祖宗 那个很有味道啊 为什么 自己哪有成就啊 没有父母哪有自己啊 所以中国的祭祀啊 很有味道很有味道 中庸里面讲啊 父为大夫 子为氏 父亲当的大夫 儿子只是一般的读书人 葬以大夫 他死的时候啊 用大夫的理葬他 往后每一年祭祀 只用普通读书人祭祀他 但是父为氏 父亲只是一般读书人 只为大夫 他的儿子啊 是大官 大夫了 葬他的时候啊 用读书人葬他 但是往后每一年祭祀他的父亲 都用大夫理祭他 因为他帮国家栽培了一个大夫出来 中国人明明白白啊 而不是去跟他儿子 你真了不起啊 谁了不起啊 父母栽培他 所以自自然然不敢啊 自己的功劳高过父母祖宗啊 所以祭祀里面啊 不忘本厚道都在其中啊 而我们现在都忽略了这些理 孩子根本感受不到这些文化的氛围啊 去年的除夕夜啊 我们在炉江汤池啊 办了一个祭祀祖宗的典礼啊 一百多个同仁啊 庄严树木 站在啊 万幸祖宗的盘位前面 我们深刻感觉啊 那种祭礼啊 对人啊 身心的射手 当我们一步一驱啊 走向祖宗的灵位啊 深刻感觉啊 祖宗留下来的智慧啊 也是一步一步 碧露蓝铝积累出来的 所以太多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啊 必须我们去奏啊 才能真正了解到 他的博大精神之处啊 所以 你看清朝时候啊 乾隆做了六十年的皇帝啊 康熙做了几年 六十一年 在乾隆到了六十年 自己就退下来 还做了四年的太上皇啊 对啊 不敢啊 功高啊 盖住自己的祖宗 那范仲淵啊 是父宰相啊 他的儿子范存仁是正宰相啊 而且当的时间也很久啊 我们不知道 你看他就出了宰相啊 其他的儿子都当到啊 像部长一样的职位 都很有成就 而从送范仲淵之后到清朝末年 范氏家族出了七十二个 现代的官位来讲 是部长级以上的官员 哪有吃亏啊 爱天下的人 所感得的福报啊 那是无量无边的啊 范仲淵那时候啊 买了一千亩的一田啊 到清朝末年 他的一田有多少呢 四千亩 他的子孙 成仙其后啊 所以有一篇文章叫 一田记 里面提到啊 当范仲淵死的时候啊 没有钱买棺材 他没有任何的财物啊 留给他的子孙 但是啊 他虽然死了啊 后世子孙啊 修其夜 成其智 就像范公债的一模一样 甚至于发扬光大到清朝 都已经扩大到四千亩的一田 所以范仲淵先生啊 唯以啊 师品活足 宜其子孙而已啊 他只是把这个 救护救贫困人 帮助所有邻里相当的这种道义啊 传给了他的后代子孙 所以能传千年不衰啊 所以我们要学到这个精髓 我们也能开千年不衰的家风啊 好 各位朋友 有没有信心开千年不衰的家风 你们声音这么小 范仲淵先生呢 在在天之灵在垂泪 我已经演的这么彻底了 全部都交给你们了 你们都不真干 我们在想啊 范公现在人在哪 你们要往生的时候就知道了 好 那范公啊 他母亲就学佛啊 他们家风啊 都是学佛的佛教徒多 好 这个是刚刚啊 跟大家提到 你看那个无师的心 张润 这个自家 不管是谁的孩子呢 通通呢一起照顾 再来七代同堂正联 他为什么能够家族这么兴盛 皇帝还赐他天下第一家 结果赐完匾之后呢 送他两个大水梨 送完之后还派景义卫去跟踪 看他怎么做 结果你看 他把大水梨啊打碎 融入两个大水缸里面 来 每个人喝一碗 平等公平 公平就没有怨 就能和啊 外行人看热闹呢 我们要内行人要看门道啊 结果 皇帝问他 说为什么你能够啊 家族这么和乐 诀窍在哪里 正联说啊 不听复言 我看呢 诸位 诸位师姐看我的脸怎么变了 你看 蔡老师在骂我们 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学佛啊 在学乳啊 就能通全答辩 依义不依语啊 不听复言 为什么 因为假如女人不读书啊 心胸又太狭窄的时候啊 那讲出来的话啊 那真的会搞得 家族智力破碎啊 可是我们看哦 圣人都是谁教出来的啊 龟捆乃圣贤所出之地 母教乃天下太平之远 这个没有母亲哦 教不出圣人哦 没有父亲还教得出圣人哦 而且很奇怪哦 好像很多圣人 都是母亲带出来的 所以父母啊 对孩子 母亲对孩子的影响 大过父亲 而且说实在的 就在那胎教的时候 就够厉害的啦 那起心动念 都在教这个孩子 好 为什么育肉院的孩子 特别难带 因为他在胎中啊 父母所传递出来的讯息啊 就是对他的那种排斥啊 仪器啊 他感受不到爱啊 可怜啊 我们更要有更大的那种爱心啊 去包容 去接纳 甚至去帮助他们 所以这个不听父言啊 真正的意理就是 绝对不可以听啊 自私自利人的话 不然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要能分辨啊 诶 这个是忠言啊 还是禅言 就自己要有判断能力 所以从以上这几个故事啊 我们就了解到 如何能以大局为重 能有很好的人和啊 要懂得忍 要懂得无私 还有呢 要懂得平等对干 才能和睦相处 要懂得分辨 是禅言还是忠言 都要有这些能力 好 这个是我们呢 讲到的 大局为重 还有不忘初心 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啊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这一句道理啊 真的圣贤人把德行啊 讲到底了 我们能时时守住这一句话 那自己一定得自尽过至少 孔夫子在中庸里面 讲了一段话 就是这个义理啊 射有四乎君子 射箭就好像君子之道 你看我们剑拉好了 一射过去 没射到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下一个念头是 哇 这一只剑是不是善果林生产的 品质太差了害我射不好 这一只弓 好像是高雄来的 那高雄的品质本来就不好 通通是怪这只弓这只剑啊 就是没怪自己啊 所以施朱正骨 没有射到目标 马上回来 反求朱其身啊 是我们技术太差了 自己没射好 怎么还可以怪环境呢 怪他人呢 所以孟夫子啊 对这一句教诲啊 有一段很宝贵的开示 这个爱人不亲 反其人啊 我们爱顾别人 人家跟我们都不亲啊 那要反过头来 我仍爱心不够啊 爱人不亲 反其人 智人不智 反其智 人生的抉择实在是蛮困难的 好 智人不智 反其智 我们管理人 治理人啊 待得不好啊 不能怪下属 首先怪谁 怪我们的智慧不够 智人不智啊 就是治理人 没有治理好 要反其智 在这一句当中啊 我们就回想到啊 在姚舜时代 你看姚帝啊 有一次 刚好出来巡视的时候 见到了两个犯人 他一见到犯人 非常焦急啊 因为他把人名当自己孩子 自己的孩子要被关了 哪有不焦急的道理呢 他马上过去啊 问他 你为什么 被关了 你犯了什么罪 他马上说啊 因为上天久汉不雨啊 我们家里又没得吃的啊 结果挺而走险去偷人家的东西啊 所以被抓起来 姚帝听完之后啊 非常的难过啊 你看他反求诸己啊 他马上呢 跟这个 执行人员说啊 你们把他们两个放了 把我抓起来 我犯了两大故事 第一 因为我没有得行 所以才敢召来 天灾久汉不雨 你看古代的这些圣王啊 时时都是反省自己啊 我的福分不足以辟印人民 我该检讨啊 你看现在 那父母官 这个 这县里面出了大逆不道的人 哪有哪一个父母官 站起来说 我没有把 人民交好啊 我自己反省 你看啊 真的有一个 县长或一个地区的长官 起来这么说啦 真的会 让人动容啊 终于良知醒过来了 要爱民如子啊 要爱民如子啊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是我没有把人民交好啊 结果他们去偷人家东西 这都是我的责任 结果摇地这一份反省的心啊 当下 乌云就过来了 没多久啊 大雨就下下来了 感应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一个自成的念呢 感应马上就来 没有感应是我们得未修啊 我们在2002年 六月份呢 到了 对2002年 到了澳洲去 澳洲公逢百年旱灾 百年来啊 最缺水的时候 因为森林里面有一些树木 它有油脂啊 结果因为太阳射了高 长期这样射下来 它自己 森林烧起来了 所以好几区的森林大火 那整个澳洲政府非常的紧张啊 结果呢 我们修大乘佛法 又在这个地方生活 要表达我们的心意 所以每个礼拜都做一次三十信念 很认真做 结果做做做呢 每一次做完三十信念 真的乌云飘过来了 然后呢 就下了几滴雨 咚咚咚咚 那个雨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雨啊 是这些天神说 你们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意思意思 让你们不要失去信心 再多多努力 我们在那每个礼拜 在那ㄎㄎㄎㄎㄎ做的半死 滴了几滴雨 突然宣布 老和尚从日本回来了 老和尚从韩国回来了 几天大雨下下来 真的啊 有那一份德 就有那一份感应 天地万物啊 万类相感 以臣以终啊 那一些感应没有啊 都是我们得不够啦 还起一个念头说 这些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这一个念头啊 造重罪啊 所以有一个 有一位师姐啊 她是负责这一次啊 我们到 新加坡去讲课啊 那七八千人 吃饭啊 她是总部 底下一百多个人一起 搞定个七八千人吃的饭 结果我从她身上感受到 她为什么能够领这么多重 因为啊 包水饺她包了两千个 没有别的啊 身先是主 其身正不令而行 而且还有好多的地区啊 都找她去 连尼泊尔印度的人啊 都找她去教素食 而那些 因为啊 佛教本来是只有 中国人吃素啊 现在她去教了 他们也都慢慢吃素了 结果她去的 去到尼泊尔的时候 她每一次出去买菜呢 很快很顺利就回来 结果呢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 所有佛式的人 都对她肃然起敬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当这个道场里面的人啊 常常出去的时候啊 都会被牛挡路 尼泊尔还很多牛 那个牛看你呢 修行人 假修 坐下来 不让你动 常常一挡啊 那一两个小时 都没法动啊 所以结果她去了以后 从来没被挡过 他们对她肃然起敬 你真是大福报的人 真的假不了啊 真的假不了啊 我就想起啊 我当初在 也是好多年前啊 我曾经到一个佛树 住了七个月 在台东 住到第五个月的时候啊 我就去带课了 带了两个月 那两个月跟一年级的小孩 站着都还不到我的药 我去交了两个月 交了以后 好累哦 但是哦 好踏实哦 终于可以干一件 真正能力人的事情 所以我那两个月过后呢 就回去考 四字班啊 就到补习班去报道了 结果在那五个月 我每天干什么呢 每天呢 早上三四点起来 点香 那个佛式刚好拜十方佛 我每天在那里 东方药师流离光如来 西方阿弥陀佛 南方解恶保身如来 北方如意成就如来 每一次哦 就十方跑一次 挺欢喜的 结果那个佛式有一只狗啊 自己跑来吃素 你看我们吃素还要人劝哦 真是 怎么可以人而不如狗夫 哦那只狗哦 特有意思 他很聪明哦 被车子撞了以后还会知道 站在那个东方药师流离光如来下面休息 结果他 假如有那个修行很好的人来哦 他马上呢 尽地主之宜 站在他的前面开路 给他介绍呢 开路呢 假如遇到那个没有德行的人来哦 他理都不理他 就趴在那里当作没看到 哦真的差很多 当有德行的人要回去的时候啊 这一只狗马上呢 跑到他的前面 把他带到山坡下去 哦 然后呢 带了差不多一百公尺后 他就自己也跑到旁边来 过犹态百步雨 等到那个车开远了之后呢 他就慢慢的自己爬上山坡来 主位朋友 我们假如这个都做不到 真的不知道修到哪里去啦 你看万类啊 动物天地啊 都是能够交感的 我们有没有这颗啊 真心 诚心 忠心在 所以当 摇地 反省自己啊 你看一个 一个最高领导人 这么样的反省自己 他所带动的 所有的大臣人民啊 都反省自己 你看 那种心念一变啊 任何灾难都能化掉 心善感的自自然然是 风调雨顺啊 所以大雨啊 那时候当 当君主的时候啊 他非常感慨呢 他在那掉眼泪啊 他说我带人民啊 带得比摇顺差太远了 摇顺那个时候啊 人民都是啊 羞耻自己啊 不能像摇顺一样的德行 你看 德的感 感动人很深啊 君子之得风 小人之得草 草上之风 毕严 所以当我们 当父母的人 有这个德行啊 孩子一定感动 当我们 当老师的人 有这个德行啊 学生一定感动 当领导的人 这样一定有 部署都感动 所以我们怎么反省自己 我们时时提醒自己 我有没有做到君 我有没有做到亲 我有没有做到死 君 我有没有做到榜样 亲 我有没有爱护他们 像自己人一样 师 我有没有 最好的时机 都懂得 引导他们 教会他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